把这个给搬回来了 搁那个板栗壳的 就买个的时候 他没配给我配这个 门把手的 搞个绳子 因为在家里弄的话 比较好弄点 仓库弄的话 那些微尘太多了 而且这个痒 不好弄 在家里晚上我们有空就可以弄了 先去 掰点青菜先 他们还没来 这个板栗 给朋友们看一下 刚刚他们 早上他们就打了 然后呢 帮我们赶工 这有点黑 开灯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刚刚打出来的 早上打的 然后呢 中午他们就白了 有些是白色的 有些是黑色的 正常的 有两袋 去摘点空间菜 哎呀 又忙一天 真的一天都没有停过的 早上我们是 几点钟 八点钟开始起床 然后就去村里面 到处这里喊一下 那里喊一下 有没有板栗的 因为现在人家是刚 刚好是打板栗的季节嘛 所以呢 只能逛一下 看哪里有 有的话 我们就叫他们 帮我们留着 第二天我们就去收了 不好干了 太累了 哇 这里还有这么多玉米 这些都是虫子吃过了 这样子的 真的好浪费啊 刚刚仓库那边有一大堆 这里又有这么多 这片玉米呢 现在也摘完了 卖也卖完了 这些都卖不了了 只能挑那些好的 就是很好那些 像这种的 不是这个也不行 这个这边没有米 如果这边有米的话呢 就是这里有一点点 我们就把这个也给砍掉了 反正我们都是吃这些的 不打药就是这样子了 这个玉米 太可惜了 这个是韭菜花 搞回去搞点酱料吧 韭菜花好像是配那个羊肉的时候 搞这个很好吃吧 但是我们没有羊肉 晚上看一下小九头 买什么肉来 我就搞个酱料试一下 没吃过 在抖音里面看到过人家吃羊肉 配那个韭菜花的 这空心菜还能吃吗 太久没有摘过了 空心菜要越摘 它就越茂盛 太久了 所以这个有点小 很小的 搞点回去 去反正炒菜吃吧 太细了 那个绑粒 我们把它下架了 那个绑粒 把绑粒掉了 看下明天有多少就 你看下你少 掉皮吗 反正就是已经发胀了 这里起泡了 你看扣板一扣的我 切死皮 太难了 买那个机器也没有 以为那机器可以全部一次性去完皮了 这个就不行了 比较大 你卖的话 你卖的比较贵 你卖的比较贵 也不卖的太太太太太费手了 这个不是 不是多少钱的问题 这个有点费手 这个有点费手 嗯 看我这个手 成这样子了 刚刚拨那个 锯皮那个改板粒哦 手泡成这样子 现在很痛的 这里掉了一个皮 就是搓那个皮啊 那个板粒那个皮 把手皮都给搓掉了 很痛的这个 没有感觉 这个位置很痛 特别是这个位置 搞掉了一个皮 很辣的 小九那个手也是都斗成这样子的 本来想再搞 搞多一点了 都受不了 这里有几个泡 所以呢我们可能觉得那个 气瓶的那个板粒哦 可能我们就 后期就不上架了 因为这个太难弄了 不是说多少钱的问题 搞不了 人家应该是有机器吧 机器弄可能就快一点 但是我们纯粹是手工去弄 太难弄了 虽然买了那个机器 它只能去掉外面那个壳而已 硬壳而已 如果是打久一点的话呢 它那个硬壳 就是它那个肉啊也被磨 磨掉的 所以呢那机器也没什么用 明天看一下 把它退了吧 然后那个去皮 那个板粒我们就不上了 真的受不了这个手很痛的 这个手掌子里也是起几个水泡 都已经掉皮了这种 以后咱们朋友们拍的时候 没有那个气皮板粒了 那个上不了 先冲凉先 现在已经一点钟了 应该够我们明天 明天的单子 发货就可以了 剩下的就 把它给下架了吧 第一呢 浪费时间 第二呢 浪费人工 我们看一下这个手 手掌中间 掉了个皮 这边也起了几个泡 要好 看那 好 好 那我多说